在这堂课程中 我将带你一次学习两大云端平台 根据知名饲料公司统计 2019年就有高达8成以上的企业 正在使用两个以上的云端平台 更有9成以上的企业正在运行云端环境 显然云端技术已经成为现代开发者的必备技能之一 如果你想要掌握云端技术 独立完成开发与部署的软体流程 并且开始担任其团队中更重要的角色 那么这堂课绝对不能错过 大家好,我是讲师Sam 云有多年云端开发部署经验 已通过AWS专家级认证 我已经在多个线上平台举办程式教学 专注于容计划技术以及云端技术领域 我擅长将复杂的技术文件 图像化、架构化 进而转换成好吸收的教学内容 开设AWS GCP云端双平台系列课程 不许你会疑惑 为什么我们要同时学习两个云端环境呢 在实务上 不同的公司就已经使用不同的云端平台 如果你只是熟悉其中一个 不仅会限制自身质押发展 到时候若要恶补另一个陌生云端环境 又得重新摸索 造成工作学习两头烧 你可能曾经听别人说过 学习AWS或GCP 不是看看那些官方文件就好了吗? 相较于外面散落的网络资源 这堂课又能给你什么呢? 首先 本堂课提供市面上少见的全中文教材 解决许多人一边学新技术 还得一边学英文的沉重负担 接下来我将会用清晰的图解方式 讲解AWS跟GCP的架构概念 让你在实务上也能处类旁东 解决相关问题 本课程将提供多达27个专案实作 更会在最后利用课程中所有的观念与示范 实际来一次双平台的专案大演练 在各大主题的总结中 我也会深入比较两大平台产品间的优缺点 传授云端平台的评估方式 让你能逐步担任起团队中架构师的角色 选出最佳云端方案 相信在休息完此课程之后 你将能成为团队中甚至是公司中 不可或缺的跨平台云端专家 如果你有学习云端技术的需求 或者你不想被单一云端平台限制你的职业发展 亦或是你想要架设网站考取证照等 那么你可以利用此课程 踏出进入云端领域的第一步 之后利用后面系列课程的完整规划 让自己晋升为双平台云端专家 那么就跟着老师一起加入此课程吧